大家好,今天聊下即将到来的阿尔巴尼亚与西班牙的这场比赛 从实力方面看,阿尔巴尼亚目前世界排名第66位 是欧洲的三流球队 他这个队中拥有一些欧洲五大联赛的效力球员 他这个整体实力比较做,在欧洲足坛上竞争力是有限的 西班牙世界排名第10位是欧洲传统的强队之一 曾经三次夺得欧洲币的冠军 球队拥有很多世界级球星,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从这个近期表现看,阿尔巴尼亚这次欧洲币小组赛 前两轮当中整体表现并不理想 首轮小组赛,阿尔巴尼亚面对未免冠军意大利对时 球队一度的率先取得了领先的情况下 遭到了这种逆转 最终是1比2,这样的比分遗憾不敌对手 随后在第二轮小组赛当中,阿尔巴尼亚是以这种2比2比分 与克罗迪亚男组握手言和 终于拿到了他们本届欧洲杯的第一分 西班牙作为夺冠热门,西班牙在首轮小组赛中 展示出了他这个竞技状态,以3比0 完胜了这么一个格子军团 拿下了肯本红,之后小组赛第二轮 西班牙以这个1比0,未免意大利队取得了两年胜 同时也锁定了小组第一,提前剑击16枪 从这个战术风格,阿尔巴尼亚这个战术风格 以防守反击为主,注重中场拦截和强断 西班牙则以控球和短传 还有就是渗透作为主要的战术啊,强调球队之间的整体配合 再一个就是通过不断的传球和跑位呢,寻找破门的机会啊 从这个历史交锋来看啊,双方总共是交手了三次 西班牙全部获胜啊 根据这些因素吧,西班牙对它这个实力 还有近期表现啊,还有历史交锋啊 等各方面的因素啊 阿尔巴尼亚想要暴冷 去胜啊,难度非常大 不过啊,足球比赛呢 他这个胜负某某取决于多种因素啊 如这个球员状态啊 战术安排啊,连场发挥啊等啊 本场比赛,他这个结果仍然存在一定的悬念啊 个人啊,有可能是新叛牙胜 感谢大家收看啊,拜拜